左右各拿两片竹片一开一盒打节拍 这就是俗称的四宝 是车谷镇中不可或缺打节拍乐器 进楼前这位艺师师朝阳 13岁开始表演车谷镇 15岁就以精彩表演轰动地方 成为和美知名的车谷镇艺师 除了学四宝 是朝阳还教小朋友念他创作的歌曲 让小朋友拿着四宝 吟唱同时打节拍 甚至还拿出自制的管罩 现场现手年来一段即兴演出 他说你在做天外体制 他在表演来那种空间 要让人看得真是欢迎 听得很喜欢 是这样的哦 大家要注意哦 他这么大年纪 还能够这么活泼的 生动教学的带领下 让小朋友能够接触到 我们传统的记忆文化的部分 校长表示 教学让小朋友在科技面上 与本土文化取得平衡 这次的课程 获得文化部文资局的 悉行无形文化资产补助 师朝阳将在六家学校院所巡礼 推广这项即将消失的民俗记忆 新唐亚太电视叶席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